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隐形观 有时候碰到急诊的那样子受伤的一个 紧急的一个车祸的一个场面 当然大家都很紧张 譬如说发生车祸 有人脸部有受伤 或者身上有受伤 有点出血的事情 赶快打电话119 然后他们就救护车到了 到了以后就发现那个人不肯上救护车 因为他喝醉酒了 那怎么办呢 尤其有一个女生是这样子 结果那个消防队员头脑非常好 他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不去 不缝的话 伤口不处理的话 你将来脸上会有海盗的疤痕在你脸上 那个马上久就醒了 马上就跟着上救护车到医院里面来 所以这个也很多的一个疾病 如果牵涉到皮肤外观看得到 或者牵涉到脸部的时候 这个引起的恐慌度 事实上是会蛮高的花容失色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看到 哇 假如是一大片的这个状况 这个皮肤整个这样子红红一大片 细细密密的 然后整片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不要说有没有麻 有没有痒的这个状况 光看到恐怕就会受不了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不止 还刚刚提到 脸部的这个反应会出来 眼睛会肿起来 这个也没有说什么肾脏病 就突然间发生的 然后嘴唇也跟着肿起来 也没去撞到等等的状况 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这个绝大多数 已经听到这里 已经是蛮恐怖的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什么 它不只是这样的 皮肤的这些影响 还会引起呼吸道的阻塞 这个当然不是这个 实际上这样过敏状况所引起 但是它的一个状况会很类似 就是呼吸道的某一部分 它因为狭窄的关系 所以使得呼吸 氧气的一个交换的通路 发生问题 它发生了一个问题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呼吸道 从上呼吸道这个地方 发生急剧的收缩的一个状况 这个急剧收缩的状况 就会使得我们呼吸 产生非常急迫的 那样的一个症状出来 所以更加恐怖的意思 这个为什么 就是会在这个气管 这些地方 我们的这个 从喉咙这个地方到气管 然后支气管 到肺部肺泡这个地方来 然后到比较小的地方做气体的交换 如果在上游这个地方就被捏紧了 就好像说这个脖子 把它这个勒住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不能呼吸 所以会造成非常大恐慌的状况 好 这个已经是够恐怖了 还有更恐怖吗 有 接着就整个昏倒 倒下去完全不知道人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血管 大家知道这个血管会把血液 从心脏这个地方打出去到身体各个地方 但是它有收 有缩 收缩 有扩大 有收缩的一个状况 让血管这样子一个过程中 能够持续不断的往外去运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所有的血管并不是同时都在这样子开放的一个状况 有些血管它是收缩的甚至于是关起来的状况 这样我们的血液才能够有效率的到达该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有指挥系统 有些地方该维持它交通的顺畅 这个开 这个门户大开 有些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暂时不是那么需要的时候 别的地方有更需要的状况的时候 把那个交流道给它封闭起来 所以是智慧型的这个流量的管控 这样的过敏可能造成局部这个血管的整个的一个放松 所以有些不开的也开了 所以全身的血液就堆积在我们的四肢这个地方 或者身体躯干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血液回流打到心脏去 打到这个脑袋去的血反倒会不够 而造成低血性的就是反正低血压或者是休克的这个状况 而这个都是在过敏里面 严重的过敏里面可能产生出来 就是过敏性休克这么恐怖的一个状况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出来 药物当然有可能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不过有些是跟食物有关系 食物大家会想象得到的 绝大多数是海鲜类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待会会跟大家报告 不过提到这个海鲜提到鱼虾类这个东西 我们请出一幅画作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作叫做鱼之旅 到底是谁在旅游呢 谁在旅行呢 是鱼吗 不是 看到这个画作觉得蛮有趣味的 为什么不是说有趣味 可能它有很特殊的含义 这有两只鱼没有错 然后还有两个人 这里一个人 底下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人绑在鱼上面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两人显然是一对情侣 那为什么在鱼这上面 为什么不在这个远方的这个船上面 而要到鱼这个地方来呢 代表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局部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女生的这一部分 这是女生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比较上方的这个位置 女生不但人在这个地方 似乎凝视着飘渺的一个未来 手中能掌握的是什么 不是她男朋友 她的先生 掌握似乎是一个面具 这是一个蛮悲观的一个画 可以看得到他掌握的 非常有点点是表象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女生这一面 好我们再看男生这一面是怎么样 男生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那更惨了 这个画家叫贝克曼 他是20世纪的一位画家 所以显然在男女拳里面 他是觉得男生是比较属于可怜的这一边 因为他被压在底下 压在底下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他的一个形状 这个是一个人在那边 头买手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手这样弄上来 也是有一个虚无缥缈的 这样的一个面具在那个地方 让他去好像是要去面对也好 或者是要去克服种种的困难也好 或者要承受着更多的痛苦也好 所以这个背后可能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有很多的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这个很多东西是虚幻的 这个到底掉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未知吗 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漩涡呢 还是安稳的在船上 比较安全一点吧 我们提到这个鱼 为了让大家知道 也许大家的一个认知里面 认为海鲜类 鱼类 是最主要造成过敏的原因 其实在美国在台湾 其实也是被忽略的一群 是什么 花生的过敏 这是在美国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跟治疗 来做减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小朋友原先是对花生 会产生死亡的那样的 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 然后这个在吃花生酱的这个情形 这也是原来的这个情形 那么他们怎么去治疗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把他收住院 然后他把这个花生的一个含量 把他弄得非常微量的那个状况 来给这个小朋友吃 然后慢慢的提高他的一个含量 到达所谓他会引起反应的那个含量 那个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千分之一颗花生 千分之一颗花生 那么一样的微量 就已经可能引起这个病人 有一些反应 那时候再给他治疗 再给他抑制下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要注意一天 因为发生问题很危险的时候 要赶快打针治疗 过敏性休克 如果那些急救的药品 在旁边的时候 基本上打肾上腺素这类的药物 就可以抢救回来 所以这个需要在严格的控管之下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使得他过敏的这个情形会降低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子 这就是过敏原 一个大分子的一个蛋白质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会被我们体内的细胞去认识他 所以他有他的感受器 所以下次碰到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结合 结合以后 他就会使得体内这样的一个细胞 发出很多的化学物质 造成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全身性的很多的一个反应出来 所以如果透过这个过敏原 慢慢的可以量给他增加以后 会让他这种抗原抗体之间的反应 给他稀释掉 不要去认他 觉得这是一个那么少见 那个可恶的人 这是蛮常见的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结果经过这样以后 再在家里面 8到10个月的慢慢减量再增量的一个结果 最后这些小朋友能够吃到 10到15克的花生 所以我们能吃花生要很感恩 所以过敏加减乘除 人生大概加加减减就好 尤其是减吧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